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我要准备和面 今天准备给我们学生做酱香饼 给面粉里加一点点盐,可以增加精性 我用一半的开水和一半的凉水来和面 这种面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半烫面 非常适合烙饼,你像葱油饼,手抓饼 都是同样的方法和面 半烫面烙的饼呢,特点是它既有死面的筋道呢 又有这个烫面的柔软,所以口感吃起来软一适中 刚好碰巧这一周拍的都是做面食的视频 其实陕西孩子还是很喜欢吃面的 而我也挺喜欢做面食 你像我们家隔三叉五我都会给他们蒸点馒头呀 烙点饼,做的还行吧 现在唯一觉得做的不好的就是擀面 我擀的面不是太软,就是太硬 反正就是不得要领 我决定了,放弃擀面 收拾完送小朋友去幼儿园 你们是不是感觉到蹦妈一天都不带停的 像个陀螺不停的转呀转呀 不是干家务,带孩子就是做饭呢 其实蹦妈工作比较忙 每天都加班很晚回来 那就她忙她的工作 我忙我的家务带孩子 算是各司其职吧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 送完孩子去幼儿园 我顺带买菜 每天忙忙碌碌的感觉很充实 确实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唯一想的最多的就是 今天又给学生做什么吃的呀 换什么花样呀 其实现在对于我而言呢 照顾好孩子 给学生们做可口的饭菜 就是我的价值 以后会不会属于厨房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只要做一天厨娘 我就扮演好这个角色 带着热情去干好它吧 今天做酱香饼和剪刀面 剪刀面是山西的特色小吃 应用剪刀剪剪而成 剪成的形状像小鱼儿 也有的地方叫鱼儿面 我今天做成会剪刀面 会剪刀面呢 和会麻式的配菜差不多 一般都要有土豆 豆腐 豆角 西红柿 木耳和鸡蛋 差不多就这些 做法呢 那就多了 还有会的 有炒的 还可以做成油坡的 无论是哪种做法呢 一碗下肚 饼饱又舒坦 青菜到盆里 多次泡洗一下 做会面呢 西红柿一定要多 调出来的汤呢 颜色会很好看 端午节回了一趟老家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土鸡蛋 土鸡蛋从颜色上 你们看都金灿灿的 会剪刀面的配菜齐了 会面呢 菜多 吃起来才香 准备了这么多 不知道会不会剩下 听奶奶的话 今天带口罩上岗 西红柿炒出汁 再把土豆和豆角倒进去 红萝卜 酱香饼的酱料 葱 姜 蒜 花椒 粒 自然粉 辣椒 末 香叶 还有香芹酱和蒜蓉辣酱 凉锅凉油 把大颗粒的配料都放进去 起锅前倒入豆腐和木耳 最后放盐 调味即可出锅 调料炸干 炸出香味之后 捞出油温酱至五六成热呢 倒入孜然粉和辣椒粉 油温不能太高 太高呢容易炸糊 接下来把蒜蓉辣酱和香芹酱 倒进去 再倒入适量清水 开小火慢熬 最后倒蚝油和糖 提味 酱料就做好了 开始烙饼 你看饧好的面呢 拉一块看一下 很有韧性 饧好的面呢 不用揉面 以免起筋 直接上手按扁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大薄片 刷一层油酥 刷油酥呢 更利于饼的起层 把一角切开 然后顺着卷起来 大头朝下 给它按扁 用擀面杖再次擀开 电饼秤刷油 做酱饼的油呢 可以多刷一点 这样的饼呢 吃起来更香 用手呢 一点一点的把饼推出褶皱 你们要问我 姜香饼的饼 为什么要把它弄成皱巴巴的 其实我也想问别人 一面刷油 再次给它翻面 用电饼秤烙饼呢 一定要记着盖上盖子 以免水分流失 烙出来了饼的口感发硬 两个家当同时开动 其实用平底锅烙饼呢 它就是速度快 缺点呢 就是你得随时注意火候 特别容易糊 两面煎至金黄 再刷上酱料 撒上芝麻和小葱 诱人的姜香饼就出锅了 您看着怎么样呢 我们来检验一下 柔软又多层 我刚尝了一下 味道不错 初中生先回来 我先落了八张 切开给它们端出去 煮好的剪刀面 倒入汤 放上几大勺菜 再倒上炒好的鸡蛋 扇喜人齿面 少不了喇子油 一勺喇子油 一勺烧子肉 甲盐 粗 省丑 调味 这一碗剪刀面 料足未美 该卖多钱合适呢 今儿这酱饼卖得快 主食都不吃了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我们采访一下小桃同学 好吃吗 听孩子们说好吃 东妈心里早已乐开了花